今天和大家去吃一個素食的自助餐 而這次是吃一間比較傳統的素食菜館 這間是位於荃灣的翠蓮素食 這間的前身 其實也是一間素食菜館 就是這個在荃灣有多年歷史的寶蓮素食 我應該十年八年前也吃過一次 現在換了另一個名字 基本上吃的食物都相類似 有做午市和晚市的素食自助餐 價錢也不貴 午市的放題 平日是78元 假日是88元 而晚市的 平日是108元 假日和齋期是118元 食物的種類 大致相約 雙差不是太多 大家看看這間素食菜館門口 多少數的點心小食買 色彩繽紛,不抹綠色 我們沒有訂位 直接11點多到位 這間餐廳其實不是太大 桌子也不算多 我去到的時候已經 七八成滿 進去當然要量體溫 不過我都略嫌這間餐廳的桌子比較密 但我相信是因為餐廳比較小 如果去擠梳基本上少了一半桌子 餐廳環境就是傳統菜館的模樣 沒什麼特別 主要都是圓桌 還有方桌 這裡除了素食的自助餐外 其實也有得散喊 不過我認為 吃自助餐會比較划算 大家可以看看有什麼可以點 選擇也蠻多的 除了素食的小菜 另外亦可以點一些素食的點心 選擇加起來 都好幾十款 譬如 湯裡 就有素的 雞絲山翅 豆腐筋 酸辣湯 另外素的小菜 都有幾十款 好像是有錦爐炸雲吞 羅漢會上素 美果炒菇丁 珍珠琵琶豆腐 甘菇燜茄子 等等等等 亦有些 不同的豆腐菇的素菜 亦有比較肉的素 好像是士椒炒鵝腸 五柳素鮮斑 士汁素油錐 四川蝦仁炒大籽 菠蘿咕嚕肉 等等 另外亦有些粥 好像是山菜粟米粥 山滾艇仔粥 還有些炒粉麵法 好像是豉油黃炒麵 乾炒三絲可 乾燒衣麵 味菜牛柳絲炆米 香菜炒飯 香春素肉炒飯 鹹魚雞粒炒飯 選擇 非常之豐富 而且很多的名字 都是非常肉類 不像素菜 點心類 一般的蘿蔔糕 馬蹄糕 胡桃糕 水晶餅 酸齋 鹹水閣 煎堆仔 糯米糍 餃子 等等 都非常齊備 另外散叫的選擇都蠻多 但它一碟的價位 其實都已經等於自助餐的價錢 所以 都是自助餐比較低 不過當然 份量是不同的 好 入單先 首先每樣放少少少 試一試鮮 鮮來一碟酸齋 我們就選擇了普通的酸齋 和這個 叉燒 味道OK正常 蠻好的 接著就幾款糕點 馬豆糕 水晶餅 和這個 西米布甸糕 西米布甸糕 蠻有趣的 好像在吃西米布甸 但它是一塊糕 馬豆糕就正常 水晶餅也正常 接著 再來 蘿蔔糕 OK的 還有 雜果沙律卷 普普通通 吃西米布甸糕 接著再來 素的胡桃魚 非常可愛 細細條 跟一般齋菜譜 吃開大大條 很不同 不過 十分適合我們兩個人的份量 但是略嫌皮比較硬 味道都OK正常 看看 很用力才可以 貼得開 接著這個素的刺 都正常 OK的 用不同的菇 仿刺 造成 菠蘿山炒骨 不錯 挺有肉的感覺 份量小碟 不錯 鹹魚雞粒炒飯 同樣都是小碟的 但是適合兩個人的份量 我下單的時候 店員都很懷疑問貢快點飯 但其實我是打算 生炒骨這些 送下飯會不錯 所以叫碟飯 送的 但是這碟飯的質素不錯 挺好吃 十分推介大家叫碟來吃 而且也不算大一點 兩個人都絕對吃得完 多香 多好吃 再來這個 雙菇扒時菜 珍珠琵琶豆腐 其實很多款齋菜 都是用幾款相同的材料配搭而成 味道上 差別不會太大 但是整體的質素 都算OK 而且全部都是立即炒出來 有蘑菇 瘦珍菇 再加菜 這個就是豆腐 雲耳 再加菜 和菇 味道都OK正常 份量都適中 都不錯 然後 再點了 馬蹄糕 煎堆 和這個 瀑仔糕 馬蹄糕正常的 不是煎的 也是凍食的 煎堆 略鹽乾了一點 煎堆 豆沙餡 蠻足料 最差的 就是瀑仔糕 跟平常吃的瀑仔糕 完全不同 可以說是難吃 可以不試 再來這個後家的感受酸辣湯 材料豐富 但味道其實跟一般喝的酸辣湯有少許分別 不是說不要喝 但不是我想要的味道 賣單兩位 總共$192 平均每位都不用$100 非常值得 我們大概11點半入座 到接近中後段 基本上都差不多坐滿了 不過這裏有個不好處 人多的時候 人聊天聊得興起 都蠻吵的 對比起現在 葉滿的新式 素食自助餐 這裏的食物相對傳統一點 而且 不是全部放出來自己拿的款式 是你怎樣才做 才拿給你 相對 小菜方面 會新鮮熱辣一點 不會因為放得太久 冷了 以幾十元 吃到這麼豐富的素菜 我覺得都十分超值 而這裏可以讓你吃傳統的債菜 而且價錢一點都不貴 十分推介 另外除了小菜之外 亦都有點心小食 種類都算蠻豐富的 而且這些點心 可以用件數做單位 可以一件一件試不同的款式 這裏有個好處 就是它的 小菜份量 小小碟 不知道是不是因應我們兩個人 而小碟 只是它根本就這麼小碟 可以試多幾款 不用吃一兩碟 就已經吃飽了 我們兩個人 大概都吃了五六款不同的小菜 另外 這裏有兩小時的飲食 時間上都算充足 而且我們吃到差不多接近兩小時 基本上都不覺得有人催我們走的跡象 食物質素來說 都滿意 但是 我有兩次都看到有人沒有戴口罩走來走去 而且桌子真的比較密 略嫌在防疫上有些不足 下次再跟大家吃過其他東西 謝謝啦 拜拜